这不是非来恨过 他的眼睛被不明的液体所砸伤 罪魁祸首就隐藏在你家中的某个角落 随时随处都可能会接触到他 不起眼的外表 他其实隐藏在甜蜜背后的危险 不经意的瞬间 突然间听到孩子的惨叫痛哭的声音 致残致命 凶残的爆炸危机可能并不遥远 热量在来不及扩散的情况下 有可能是被子爆炸 躲在家中的炸弹 你真的能认出他们吗 这种化学东西进入到集体以后 对人肯定是有伤害的 本期终极解密 为您拆掉那些家中的隐形炸弹 这是一个年仅五岁的小患者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伤情非常的严重 小病人是被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所收治的 家长说他的眼睛被不明的液体所灼伤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右眼眼皮跟眼球好像都粘合在了一起 那么在医院里面他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可是呢虽然他的眼球的形状被保留了 但是很遗憾孩子右眼的视力几乎为零 之所以会说到这个案例其实要格外的给电视机前的家长提个醒 你现在要给自己的家里做一次安全检查 因为伤害孩子的那样物质在每个家庭 我们的每个宝宝甚至于随时随处都可能会接触到他 伤害孩子的东西呢就藏在这些包装袋里边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干燥剂 很多人难以想象五岁男孩的遭遇竟然跟这包不起眼的干燥剂有关 我们在生活中如此轻易就能接触到的东西竟然隐藏这么大的凶险吗 还是这事件中间另有一些蹊跷的细节呢 事发的那天妈妈在厨房做饭 孩子自己在客厅突然间听到孩子的惨叫痛哭的声音 妈妈跑进来一看孩子眼睛已经受伤了 零食玻璃掉了一地 后来才知道原来孩子在吃零食 打开来食品包装袋 发现了干燥剂 觉得好玩 顺手把它丢进了玻璃杯里 于是就发生了惨剧 那我们不妨在现场来进行一次试验 干燥剂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桌子药呢 这几样产品当中呢 都含有干燥剂 我们不妨打开 好 可以看到它里边呢 是这种 圆形的 这有点像我们吃的一种中药 香沙合胃丸 那我们把它放进去看看什么情况 那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 严重的情况 这是我们刚才打开的海苔的干燥剂 我们把它放到水里 可以看到一瞬间 有声音 有那个气泡溢出 但是 好像并没有出现什么 更激烈的变化 看了前面的案例 不由得让我们觉得 刚才的整个试验过程 是充满着紧张感的 如果它会随时发生爆炸 但是还好 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 为什么会这样 那刚才的短片当中 引发事故的元凶 真的是干燥剂吗 或者说是刚才我们整个试验过程 出现的哪些问题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专业的事业当中去看一看 干燥剂遇到水 到底能不能爆炸呢 还是说 爆炸发生所需的某种特殊条件 我们在演播室没有模拟出来呢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原委 我们来到北京化工大学 找到一个专业的实验室 继续找寻答案 我们把演播室中 主持人使用的两种干燥剂样本 带给门博士 请他为我们破解干燥剂的爆炸之谜 门博士首先帮我们验证 这第一种干燥剂的威力 这种干燥剂是矿物干燥剂 当矿物干燥剂加入到水中之后 没有发生明显的现象 也没有发生爆炸 这是因为矿物干燥剂 与水结合之后 那热效应比较弱 而不会发生爆炸 那么我们再请门博士测试一下 这第二种干燥剂 看看他是否就是 造成五岁男孩被炸伤的元凶呢 我们可以看到 瓶子已经完全变形 并且飞出去足足有七八米 与矿物干燥剂不同 这次的试验中 干燥剂爆炸产生了惊人的威力 干燥剂爆炸伤眼并不是耸人听闻 那么这次试验中 干燥剂为什么会产生爆炸呢 干燥剂时而平静 时而引爆 这其中暗藏怎样的玄机 热量在来不及扩散的情况下 有可能是杯子爆炸 那些恐怖的伤害 怎样才能防患于未然 受到了干燥剂的某些伤害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从一个厨房变成一片火海 只需弹纸之间 第二种神秘炸弹 马上现身 这些居士当中常见的物件 它的破坏力有多大 终极解密 家中的隐形炸弹 为您继续揭秘 我们知道这个生成为干燥剂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钙 氧化钙浴水之后会转化成氧氧化钙 同时释放出大量的热量 这个热量在来不及扩散的情况下 有可能是杯子爆炸 可是主持人在演播室第二次加入烧杯中的 正是这种生石灰干燥剂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操场的那一幕呢 能够使生石灰爆炸的条件是什么呢 原来在这两个特定的条件下 生石灰干燥剂真的会产生惊人的破坏力 专家还告诉记者 市面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就是生石灰干燥剂 另外常见的还有蒙托石干燥剂和硅胶干燥剂 这两种干燥剂和矿物干燥剂一样 并不会发生爆炸 由于干燥剂大多数都会在石柄的包装当中 所以它其实是隐藏在甜蜜背后的危险 但是刚才我们打开的干燥剂上面 大家可以仔细来看一下 所有的干燥剂都格外的强调说 包装袋的本身是防水的 而且它都会用不同的文字标注说 这里边也可以说了 不能食用不能撕开不能进水 以免灼伤皮肤和眼睛 所以其实有经验的父母家长都知道 从小就要格外的告诉孩子说 这个东西小朋友千万不能碰 把它留在包装袋里 或者把它打开交给爸爸妈妈来处理 但是还是有些特殊的情况 如果一旦孩子接触到了干燥剂 并且受到了干燥剂的某些伤害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新闻事件中五岁孩子的妈妈 在发现孩子眼中进入干燥剂粉末时 第一反应就是送往医院 却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清洗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 一旦发生类似的干燥剂入眼的紧急情况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应急处理方式呢 下面我们来听一下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专家的意见 一旦进入到眼睛的话呢 那我们首先要注意立即清洗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不管是在家里头 当然是了就用自然水是最方便的 给孩子冲眼睛 然后呢 在尽快的时间呢 第一时间到这个眼科专科医院 或者是到那附近的比较大的医院 进行这个冲洗救治 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一定要给以高度的重视 不管是孩子 老人 成年人都应该注意 大人还好一点 小孩尤其是他不懂 他随便拿出来可能去玩 尤其没有好奇心理 这种化学东西进入到集体以后 对人肯定是有伤害的 那么如果到胃 肯定对食道消化道的这种 这个粘膜是有刺激的 那么应急处理呢 肯定家里头就是冲洗是最关键的 那你怎么冲洗呢 一个是喝水进行稀释 这样的话呢 减少对粘膜的这个刺激的时间 和损伤的程度 那皮肤也是一样的 那皮肤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可以立即的这个冲洗 在家里用水冲洗就可以了 你看国外有一种 就是他们家庭里面 因为必备的东西里边 就有生理棉水 其实你可以没有买上两瓶三瓶 放到家里 一种急事的话 拿它来去冲洗 说到肝道经呢 其实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话 很多家长都是格外注意的 但今天讲到的话题更重要 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私宽见惯的很多东西 都有可能会成为你家庭 居室环境当中隐形的爆炸物 这个就听起来很可怕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这个东西 您可能更加意想不到 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的居室环境当中都可以预测到 甚至于每个家庭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杀虫剂 摩斯 这个呢是屈纹的花露笋 这个是香笋 这些东西呢 多少好像大家都类似 有听说过一些事故 由他们来引发的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想象不到 这些居室当中常见的物件 它的破坏力有多大 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发生的惨剧 我们要说的就是这起发生在山东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原本是非常普通的一天 爸爸在房间里忙碌 孩子姑娘小羊呢 正在厨房做饭 突然间咚的一声爆炸 当父亲赶来的时候 一片狼藉 女儿受伤非常严重 鼻梁已经断了 嘴唇呢 上嘴唇向上翻着 地上呢 有一瓶杀虫剂 赶忙打120 把病人送到离院 虽然经过了全力的抢救 命算是保住了 可是呢 你想一个姑娘啊 整个就毁了容了 所以有人惊呼着杀虫剂变成了炸弹 甚至于还有一些新闻当中报道说 发生爆炸之后 当事人全身有80%以上的这种爆炸的伤害 以至于引起多器官的衰竭 最终丧命的都有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使得原本普普通通的一瓶杀虫剂 居然变成了杀人的炸弹呢 是什么让一瓶普通的杀虫剂引发灾难 您在家里面使用的时候 要格外注意它们的安全 转动的瞬间 隐形炸弹一触即发 接下来 我们将会要揭秘的是家庭当中的第三类隐形炸弹 这股神秘的气体究竟从何而来 终极解密 家中的隐形炸弹正在播出 下面让我们来模拟喷雾遇到明火是怎样的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 杀虫剂在喷出时遇到明火 会形成一团巨大的火焰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罐状的喷雾剂 它的主要成分里面 包括杀虫剂的一套成分 就是一些有机物 例如本 还有一些起雾化作用的压缩气体 一旦它的喷雾剂都喷出之后 可能在空气中浓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浴火又会发生爆炸 即使没有遇到我们的火源 夏天我们要禁止经过一些高温的爆晒 因为这样就是 那罐状的气体 就是压力迅速增大 同时也会造成爆炸 喷雾爆炸的新闻并不少见 它们都发生在当事人某些无意识的瞬间 类似杀虫剂这样的喷雾状产品还有很多 比如您可能有使用香水或者发胶的习惯 那么它们在使用不当时 同样会产生如杀虫剂般可怕的爆炸威力 其实像一些所谓的摩斯啊 发胶啊这类的东西 您在家里面使用的时候 要格外注意它们的安全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要揭秘的是 家庭当中的第三类隐形炸弹 这个东西更会让你大吃一惊 果汁 您觉得很奇怪吧 打开瓶盖 喝果汁 没喝完 拧伤盖 放在这 太司空间惯了 这有什么呢 这就能把果汁变成炸弹吗 没错 就是在我们喝果汁的这个过程当中 危险已经悄然降临了 有一位徐阿姨 她就遇上了这么一件倒霉事 早上做完家务活的徐阿姨有些渴 便从厨房拿出一瓶之前没喝完的果汁饮料 在旋转瓶盖刚转到一半时 砰的一声 瓶盖突然飞了起来 直接炸到徐阿姨右眼 导致徐阿姨眼部受伤 我们或许听说过碳酸饮料瓶子爆炸 因为里面含有二氧化碳 可是这果汁瓶怎么也会爆炸呢 当我们把这个果汁饮料打开之后 空气中的一些微生物会随时进入到这个瓶子之内 这个微生物会利用果汁的营养物势进行发酵 产生二氧化碳 放置一段时间后 这个里面的二氧化碳气体就会累积 产生一个高压状态 这样的话当我们在打开的时候 这个高压状态会使我们的瓶盖飞出 为了印证果汁经过放置和发酵后 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我们来模拟一下果汁发酵的过程 我们加入酵母粉来促使果汁快速发酵 加速气体产生 五分钟之后 装有果汁的袋子 真的像气球一样慢慢鼓起来了 可见果汁瓶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的压力 的确不容小觑 因此我们建议啊 这个饮料要一次性饮完 那个以免发生变质 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一次性喝不完 既然要冷藏 冷藏的时间 瓶盖不要拧太紧 这样有助于啊 我们产生这些发酵气体啊 能够缓慢的释放出去 而不至于使这个瓶子的压力过大 今天我们讲到了在居室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提供给我们生活很大的便利的 但是也有使用安全的话题 如果使用不慎的话 司空见惯的生活用品就很有可能会变成成隐形的炸弹 格外提醒大家 安全无小事哦 我们要把它放进安全保底 画面中的一幕发生在安徽省荡山县 2016年4月13日 一辆高速行驶的卡车侧翻在路边的汉沟内 安徽省宿州市荡山县消防中队到达现场后发现 驾驶室已经严重变形 驾驶员双脚被卡在底部的缝隙中 同时油箱正不断地向外渗油 经过近十分钟的紧张救援 被困人员成功获救 然而救助后就发现 驾驶员竟予无伦次 满身酒气 我跟你说 我没有朋友 你喝酒了呗 喝了 喝多少 平安365再次提醒您 酒后驾车一酿惨剧 远离酒驾平安回家 白瓣 Western 白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